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 他说 所以他凡事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 今天的信息的内容是引用自1903年3月17日的 平月宣布怀爱伦师母所写的一篇文章的内容 这里说 但愿被受试探的世人都记得 在天庭那里 他们有一位大祭司 能够体贴他们的软弱 因为他在凡事上都受过试探 跟他们一样 他们担任负责工作的人 尤其是要记住 自己是会受到试探的 需要完全依靠基督的功劳 他们蒙照从事的工作 无论是多么神圣 他们依然是一个罪人 才能够靠基督的恩典是得救 由朝一日 他们要站在上帝的宝座前 或者借着羔羊的血是得到拯救 或者被定罪 接受恶人的惩罚 基督的子民在彼此相待的时候 缺乏了爱心和温柔 令他多么伤心难过 耶稣注意到人的话语和音调 听见人对他本着无穷的爱 所呈现给天父之人的严酷的论断 他听见因人的冷酷 所造成的每一声痛苦 忧伤的叹息 他的灵就为主而担忧 离开耶稣基督 我们不能行善 人类高举自己是多么矛盾 有人竟忘记自己和同胞一样 必须是悔改 这是多么奇怪的事 他们所严厉指责的人 也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得清为义 受到基督和天使的同情 上帝的使者要做智慧的人 他们的心不要要自负虚荣 而要谦虚、谨慎 在《圣经》以撒书五十七章十五节 那里说 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 名为圣者的如此说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要使谦卑人的灵素醒 也使痛苦人的心素醒 基督正在为每一个受试探的人代求 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 他很多的子民就站在撒旦的一边 是指控弟兄姊妹 轮断他们污秘的衣服 而令到耶稣是伤心 但愿受到批评的人不要灰心 因为当他们的弟兄指责他们的时候 基督对他们说 我已将你鸣刻在我手掌上 因着创造和救赎 你是属于我的 以上的资料是引用平月宣布 1903年3月17日的内容 多谢你的收听 明天请继续收听 再会